我们那我就等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来 然后顺便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活动 我们今天就是请到小林哥 我们的老朋友了 之前在群里面探讨很多移民方面的问题 然后私下我们之前也交流过 就是科技行业的一些机会 大概两年前 小林哥当时就谈到过Crypto 然后Web3 就说Web3应该放在美国 还有IoT 当时我们都谈过 然后那时候他还没有搬到现在住的福州 当时还在加州那边 然后我们群之前也都介绍过 从20年开始我们这个群成立 小林哥就是我们当时的Funding Member 然后我们在油管上发布一些移民排气的视频 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住 后面呢我们也有更多的人拿到类卡之后呢 就邀请群友们来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然后让大家来介绍心得 然后22年之后呢 我们就慢慢的成立了这个毕业群 这样的话拿到类卡的交伙伴们可以聊移民之外的话题 包括一些投资啊加密货币啊科技啊包括人工智能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有可能聊到的 啊好 然后 在23年之后呢我们的群就是开始控制啊进入的人数 然后现在有一点像会员制吧 啊尤其是主群那边观众群那边啊 入群的呢可能会交一个5到10美元的入群费 主要是起一个这个过滤的作用 然后让大家表明自己在美国的这个状态 然后因为我们群越来越之后呢 也要保护现在群里所有小伙伴的隐私 然后鼓励大家能够分享 所以说也感谢大家 向小林哥我们的三年以来 和伙伴们的支持 我们过往的分享呢 无论是这个访谈还是排气方面的视频 都欢迎大家查看 然后也欢迎拿到类卡的 伙伴们在群里边多发言 或者来多参加我们这种线上的交流活动 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这些朋友们能够到我们的管理群里边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小的一个范围 可以谈更多大家擅长的领域 包括这个投资啊 或者是这个自己领域内的话题 这样的话也比较熟悉跟靠谱 然后也欢迎大家这个能够加入我们 对这就是我的背景 然后大家有任何移民方面的问题 还是可以跟我进行联系 那现在到5点04分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话题 我们先想谈一谈 至少我跟小林哥都知道的 这个今年是加密货币的一个牛市吧 或者每4年的减半 也是我们圈内人很exciting的一个 就是想请小林哥先谈一谈 你在这方面的一些见解吧 这轮牛市就来的还是怎么讲 就是说即是预期中 但是那个涨幅又是超乎不想象吧 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了 至少我觉得可能他应该是有一点时间 慢慢小牛上去这样子 但没想到就是说 因为我们可能一次又一次的 这个狼来的故事听多了 对吧 一次又一次说要过 然后还这个推特的号 还官方号还说是被盗了 如此类的这种事情 反正就搞得很戏剧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说 可能会来 但是已经不相信了那种感觉 最后一次真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其实还是蛮意外的 就是说这个ETF被通过了 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这一次 牛市比较重要的一个推力 应该是最大的 而且我们其实从数据里面 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像上一波牛市的主要推手 就是灰度基金 它其实是可能到 我猜测 可能我理解 可能是到了一个清算周期 还是什么的 所以它有很多出货的压力 它一边在出货 但是其他的 他在买 全部都把它吃了 跑满 对 所以等于说 本来如果按照一个正常 没有人 比如ETF没有通过 它只有抛压的话 那不知道会抛到什么程度 就会不敢想象 但是就是因为通过了 所以基本上你有多少货 就被接多少 所以这个其实 就是这一波 我认为主要的话 是因为这个 当然有一些圈内的人 他们认为 比如说是 最近这一年的 名闻之类的东西的 这些就是BTC L2 或者这种叫BTC生态 有关的这件事情 可能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然后其次 就你刚才讲的这个减半 所以等于说 有两三个预期在一起了 但其实我相信 这一波最主要的 还是ETF 我认为是 是 谢谢小林哥这方面的介绍 对 也是 就是小林哥刚才提到 这个ETF 狼来了 狼来了 真的是好几次 当时在推特上 还把那个SEC的号给 给hack 所以说 就没有想到 真的就一月份 那样通过了 然后现在我们大家都 还在看之后 这个以太坊的ETF 会不会通过 就是 然后 尤其是这个 拉的也很快 就像小林哥说的 大概在一月二月的时候 他还是在三万两万多 然后就过年前后 趁我们国人在过年的时候 然后突然的二月份 就到了四万八这样子一生 对 然后没有 几乎没有再回头 对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 就小林哥你觉得 我们这次的推手是 主要是因为机构 现在在大量的进货 就像这些Ishare Fidelity 景顺他们 那你觉得这个减半的 这一次会跟以前 因为我听到 这次很多人说 跟以前可能会不太一样 因为90%的币 我们现在看到 已经都在流通了 所以说减半 这次带来的 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对 减半 按说 每次减半按说 都应该是说 直接就应该翻翻 对吧 但事实上每次都不是这样 而且每一次呢 在这个达到那个预期的时候 其实那个情况都不是特别乐观 或者说每次减半之后 至少得一两个月之后 才会反映出来 因为刚开减半的时候 有很多矿工啊 可能他的收入 还达不到他的这个电费 所以呢 甚至会进入一个尴尬的 到底决策 要不要关机之类的 关机价的问题 对吧 所以呢 其实每一次的这个减半 并不是说马上有一个效应出来 而是减半过后 至少从这个曲线里 你注意看的话 其实都是有点往下的 对吧 然后再慢慢上去 所以其实减半并不是一个 和我们想象中的 减半马上应该翻翻对折 就直接就反了 所以呢 其实会有一个小小的冲击 所以呢 目前我也是这么看 就是可能按照这个 我们客州求见的说法的话 就说可能 至少得两个月后 就减半了两个月之后 然后来看这个情况 有可能会开始慢慢这样往回走 否则的话减半其实是不会有一个明显的往上冲的那种点 我认为 是 对 我来重复一下 就是小林哥你的意思是 就看我们上两次周期 就是2020年那次跟17年那次 它的就是大的这个波澜壮阔的涨幅都是在这个Having发生之后 其实才出现的 就是而不是在这个减半当下 就是减半当下如果往后几个月才是真的涨幅来的 你是这个意思 对 是 那那今年其实就是今年在减半之前 像今年三月份已经就是来到了新高了 就是 而且就是以前像20年的时候 他有一个我们看到这个Deep是当时312事件 就是四年之前 这个一天暴跌了60% 就是今年也没有出现那种级别的回调 所以你觉得 会不会今年就行情走得特别快呢 还是确实之后可能还真的会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才能再到更高的点 本来你看已经7万多最后就这两天一下子稍微回来一点 就是就感觉好像是很多人正准备上车的时候 就被又被吓了一下这样 这个这个情况其实如果在B区员待过 那正常的不得了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这种这种这种周期性的信息是随着这种信息的变化 随时是是有可能这么讲 就是说还是还是不是不是说跟跟自己想的会一样的 至少反正说我们周边的很多朋友是认为这次涨的这个速度太快了 快到就是说我们觉得他应该有这么几个节奏走上去 但实际上是不是的 基本上一天我记得最高应该有超过八千以上的涨幅 还是蛮高的 是是是这样的 对吧 对 所以呢 就说现在有稍微回来一点点 那那那后面的话其实我们主要的话 我其实我之前我是比较相对保守一点的 我保守我认为可能会有更严重的黑天鹅的事件的发生 有可能会把它给踹下来 但是这件事情没有爆发之前 你是你是找不到其他理由 至少目前短期内都是向上走的 而且就是说他走得那么快 快到就是觉得你就包括有一些可能比较乐观的 他们都觉得超过他们的这个 对对对 是的 这个由于今年以来这个涨幅是很拉升的很快 让很多很多人想上车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机会呢 还是就像想再找一个312一类的一类的时候吧 嗯 对 就至少 当然因为这种黑天鹅你是很不确定的 我们假设是说 类似于这种俄乌战争啊 台海问题之类这种比较敏感的 这种这种级别的 如果不会发生这种事 那可能就会会慢慢就往往上走了 我觉得 是是 或者就是疫情这种这种级别的黑天鹅 就是目前看也不太 不太 对 就就目前 就是说 总体来说还是线上的趋势比较 比较明显一点 嗯 好 那我们再讨论两个话题 就是 小林哥你觉得就是 呃 因为如果不是在币圈的人 你你一种决策是你把钱给ETF 由他来帮你管理对吧 那你其实是一个间接的收益 但真正有价值的话 如果你你相信这个领域 那其实定投是一个比较比较保 就就略为安全的一个方法 有点像 之前我我认为一个说法就有点像买保险一样 你引起把这个钱去买某个商业保险 高回报的 到年之后退休肯用 那你把这些钱直接就放BTC就好吧 多年之后你的回报是不会低于那些保险公司能给你的这个回报 我我是这么看的 对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尤其是呃 有一些技术能力可以就是做自己的硬件钱包 这个钱是自己私要在手里边 不会被任何的就是出钱问题或拿走 对 对然后这个ETF这次的话就能间接的帮大家把比特币给提 从交易所给提出去了 因为一般来讲这交易所里面流通了有大量的机器人啊 呃或者说其实很多散户手里是没有真正的那个币的 都在交易所里面当筹码 他自己在有很多操作空间在里面 那这次其实ETF是硬性的 等于说搞了一次大量的提币行动 那其交易所的这个流通的token其实会减少 是吧 所以所以呢其实等于说市面的筹码减少的话 那其实就是说谁掌握了现货 其实价值更大一些我认为 对我这边就是也有一个图 这个图就是BTC exchange reserve 就是可以看到这条蓝色的线 就是这个交易所里的交易所里的币 能看到月份这边就是ETF通过之后 明显的这个交易所的币就是在被就被就被吸走了 就被这个ETF的买盘 对因为我们经常跟一些人讲说 如果你想hold的比特币你肯定是放在自己钱包 不更安全一些但是呢这个很多人就嫌麻烦或者不太懂 所以他能在交易所去交易 已经算是他比较高的能接受的这种风险能力了 你让他自己再就提出去 这个难度门槛会更高 对对加上私钥的管理 很多人觉得可能自己管私钥不一定放到 真的是会丢的 我是帮人家比如类似于辈分过 然后整个操作 我说你等下等下已经讲了一二三四了 但是几年之后他照样丢 对对对对这个丢的币就相当于空头了 给所有人就是贡献给人类了 对嗯就现在其实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如果这个两个说法 一个是说ETF如果持续买入的话 会造成这个市面上流通的这个交易所的币大量的降低 然后因为比特币的它是一个供求关系没有弹性的 它还不像比方说黄金那买的人多了 他就会开采的更多更多人去挖这个情况 比特币就是这样的总共是有限的 加上减半之后产生的更少 那会不会就说是ETF持续买的话 会造成一个流动性的这个问题 就导致币价一个猛烈的坛生呢 对对这个因为我同事他们有的比较乐观的 基本上是往15万到20万这个数字去看了 但我是相对保守的 所以我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准 我通常我都是下车下车比较早的那种 是这毕竟也是落袋为安 这个对涛县离场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好那那我们既然已经谈到了 那我就问一下小林哥你看这轮 就是你现在觉得我可以给个数字 因为你刚才你在说如果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也比较保守吧 就是我这轮我可能看到9万到10万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对我现在我实际上是我没有办法推测数字 因为很多人就可能像恶宝他们就往100万叫 对吧那那的话也得这个这轮 比如说可能10到20万 他基本上是往这个数字 甚至在像恶宝这样的口风的话 就往50万那边的数字去讲了 那当然其实他每次讲都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 然后呢真正的到达他可能比如几分之几就不错了 是是我其实20万我觉得本轮我我可能也比较保守 我是不太觉得能达到的 呃因为因为就是我们看到ETF对这个拉力他很大 就是通过之后那我想到时候如果在产货们看到 因为他的现货ETF嘛 发现他的这个高点过了之后 他出货的时候 我觉得他砸盘的时候也是一个有一个类似的加剧作用 所以说你你你跟他博弈的能力会更弱一些 对对 所以我想从可能在本轮我个人觉得就是还到不了20 或者更大的甚至50这个数目 我觉得要到以后比方说更多的政府像那个阿尔萨 阿尔多啊这些国家层面阿根廷更多的用用比特币 作为储备货币之后可能在之后的轮次 我觉得能到更大的数字 嗯好小林哥你没有给给这个数字 那我们换一个说法 你觉得呃这轮到底大概会是什么时候的时间呢 我们从时间上来说一下 这次你先说 时间的话我觉得那还早还早 就我我现在是就是说怎么讲 就是说超过我们的预期的快 那就是说按照之前的这个这个说法制造 比如说你你在减半之后 在两个月才开始往上走 所以离高点你远你还远的呢 嗯对 就离得还还远 对对对 我觉得至少就说可能其实呃就就像你这个标题 这样2024到2025的这么一个期间 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比较高的点 对对按以前的周期好像也是的 就是上一个轮是在21年的呃年初就是到达的 而且另外就是说这个突发事件啊 上一波其实呃牛是涨到6万8 6万9的时候 嗯是有别的事件触发的 那我们现在对这种突然触发的事件是不可预知的 所以呢 那就是说如果不发这种事 他可能会去到更高的位置 当发生的时候才突然之间往回调 对吧 对的对的 是的 有些无论是黑天鹅还是这个利好的消息 都是比较难预测这样对 嗯 就是关于核实这个呃 我大概我自己有有两到三个这个是淘丁指标 我不知道你你会不会看一些就所谓的一些数字 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觉得差不多可以 该该走了这样子 呃我我没怎么关注就是具体的逼价本身啊 我我因为其实主要还是在我们在做应用嘛 那整个大事好对我们生态都有好处 所以这是一件怎么样比较矛盾的那种状态 就是说你牛市不来吧 你你做事很难的 对吧 比如说你的热点会被IA的的焦点给强缺了之类的 但牛市来了之后呢 大家很浮躁 动不动这个秘密币涨一百倍 那个涨多少倍 对吧 所以呢 其实也也对做事情也有这种诱惑 你知道 对 就去草弊了 对 是的 对我们应用这个我们一会儿一会儿会 弹级到呃 那个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些新的赛道呀 无论是DPIN啊L2都是都是最近分火的呃 就是朝顶的我我大概有有两三个指标吧 我大概会看到我可以来说一下 就是呃 呃 等一下 这边 这边好像卡住了啊 没关系 我可能可以一会儿再看 就是我我一般会看一个叫就是呃 玩意儿Huddle Rate 它是指这个呃 老酒菜们就是这个有一年多以上持币经历的人 他是呃 突然有变动 是吗 对 就是在降低的时候就是就是说明呃到一个相对的高点了 还有一个叫做PiCycle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呃可能听过就是也是也是类似的一个技术指标吧 对明白明白 其实像像呃像二宝或者他的那些朋友圈里面的那些人他们基本上是会 把在这种点上会很快产生共识 比如说上一波牛市高点之后他下来了 他基本上那那帮同时就会否定就是说把币的很多价值就变成了说一种 就跟赌博啊或者说这个一个交换的那种数字一样 他他不会再去呃在热中的时候讲这个里面的革命的价值 而是在说他其实就是一个炒豆标的 对对 口红就变了 不同时候说不同的话可能对 没错 啊这个对这个是这个玩意儿和Huddle Rate 呃基本上就是这个这个线吧 这个橙色的线呃他是就是这些比较有经验的或者我们说叫老酒菜呃 他知道在什么时机出 对对我们就看到这个高点的时候上一轮的时候21年的时候最高点的时候这些人的吃币量就在降低 同时18年也是这些人就就就跑了 所以说现在看着这个目前这个比例还行 只是有一点点还是往下走的趋势 所以说感觉可能还能再走一段 嗯 嗯那很好这个这个很有价值 对我还可以之后把这个发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这个群里面 这个浏览器好像他有点卡对 是因为视频同步的情况下卡吗 这个谷歌的他这个Chrome还是做的说的不太好了 这个对是这个叫PiCycle我不知道你这边能不能看到这个屏幕 能能看到 对他是好像是也是一个呃 这个绿线大概是个一个300多天的一个moving average 然后呈现是另外一个呃大概110多天的 然后他是这个这两条线相交的时候 在历史上就是能够可以看到这个呃高点 如果就是这样看的话 这两个也是还有一段距离距离之前的这个时候 对 都是很好的分析工具 我认为 好的 对 还有就是九成指数了 这个大部分华人圈里都知道这个就是呃 这个九成之前做的一个一个指数 什么时候可以屯壁 什么时候可以呃定投的一个这个 目前我们看这个绿线好像是定投线吧 他现在已经已经超过这个定投线了 之前的时候是在定投区 然后再到呃去年的这个时候 23年年初22年年年底的时候 是在这个红线之下 红线就是说比较低的价位超级线对 好我们这边 币价的大概交流了一段之后 我想就是问问小林哥 包括你现在做的一些application应用啊 或者这一轮里边比较看好的赛道 像是我们刚才说的 明文啊 这个layer2 rest of world asset 跟dp 你来讲一点 好呃因为最近我们刚刚去参加了以太坊丹佛的那个活动嘛 嗯 基本上全场最热的两个关键词非常明显 一个dp这个是肯定的 其实是AI就这两个基本上在全场里面你只要提这两个就大家的这个热度就会很高 并且很明显dp甚至有点盖过AI的这种感觉 就这在丹佛的那个一个直接的这个反馈啊 就是说因为比如说我们呃本来也搞了一个小的活动 就本来是想搞一个类似这种叫呃咖啡一起喝咖啡 就是再去这个主会场 一般他们的行动都是在中午之后知道吧 是 就虽然我们当时这个我们呃几个同事过去说哎我们搞一个小型的咖啡 本来在推特space上面搞 所以我们线下搞一个版本就邀请大家过来一起喝杯咖啡 然后这个下午再去主场啊 这是哪里去去去串场交流什么的 结果呢这个就就就起这个名称叫dp 报名的人数就乌鸥乌鸥的来 就是当时我们可能当时开始就想可能有个 有个比如十几二十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这种级别就不错了 结果报名就是超过五百人 所以这个完全我们觉得就是跟这个关键词有关 因为就起的名就跟聊聊dping啊什么诸词类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信一个信息 然后这个很多活动里面因为除了这个主场黑客松之外 他还有很多分会场就被别人自己搞的那种 那基本上比如如果跟dp有关的那就是去很多很多人和这个 呃就是等于说跟跟主场有的拼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这这这也是一个信息 而且就是呃 sulana可能是一个让大家比较意外的一个一个项目啊 就是说呃之前的这个增益那么大对吧 包括SBFL FTS的影响是觉得他可能会有很多问题的 但是其实这个价格涨到了大家就觉得 啊 预奖夫人 预奖夫人就是说已经是觉得这个事情你要重新思考了 对吧 并且他这一轮 在Taping这个新赛道里面 就是说有很多相关的项目 在他上面 甚至包括NFT 也有很多迁移 或者说在他这个里面 跑起来的这种感觉 包括你看这两天的一个咪咪币 叫BOMB BOM 对 我好像也看到了 对 就非常 叫Book of Mimi 就是一下子 两天时间冲上去的 就是非常夸张 那都在他这个SOL生态里面 因为大家有很多人 就赌这个生态 会就是说这个老三的位置 会非常有前途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呢 因为价格确实涨到 就是说 我本来我基本上是不看它了 但是这个价格高那么高 我们说 那你们一定会吸引很多生态成员 比如这样的Ping赛道的 移情开发者啊 甚至包括投资人啊 所以你不得不去思考 说这个生态里面 有没有你的机会 包括我 我有些朋友 比如说 之前明文火 他发NFT就跑去明文发了 那最近他真的就是说 我的NFT是不是要在SOL上发 就类似啊 对 就至少不去拒绝这种新的机会 是 对 这个Solana 他之前就是说看到很多问题 包括其实现在也是 他的像这个速度 这几天就导致很堵塞嘛 但是确实就突然 突然间就好像重回新生了一样 对 主要是价格确实涨了 这个 应该是一二十倍是吧 所以呢 这种级别呢 那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在 就 你 比如一个项目 你说不行 他为什么能拉二十倍 这个你就很难去 他一定是有他的很多道理啊 比如说生态支持 投资者支持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呢已经 而且我们也知道啊 很多时候 包括以太坊 他不是说最好的一条链 但是他有最多的开发者 所以他是机会最多的地方 那SOL一样的 Solana 就是说他可能不是最好的链 但是 如果能有足够多的投资链 放在这里 对吧 有开发者愿意冲上去 那他就意味着有机会在里面 是 是 谢谢小林哥的这个分享 包括从这个ET史丹佛 带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 一手的消息吧 就是我觉得 就连我这种 就是算是在 不算是非常圈内的人 都都看到 在这几个 这个D-PIN啊 明文这些 呃 想必圈内应该更更热闹一些 是 你你你 你个人相信这个 D-PIN吗 这一轮 就是因为 我知道之前 D-PIN其实也是个老瓶 装心酒 他之前什么Helium啊 这个这个热脸 这个 这种信号的 我其实我不知道 你圈内人 你是怎么看 这个D-PIN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就是我 我2000年的时候 我做过一个网络叫 DoNews 对吧 那很多用过 我在做的时候 我没有人讲2.0的 但是做的时候 突然那一天说 有个东西叫webblog 后来翻译叫博客 什么之类的 网织的等等 说这个东西就是web2.0 然后我们做的东西 突然就变成web2.0了 大概是这种意思 你有没有吧 所以呢 其实我做去中方新化存储 做这个 哎 说我们做的是D-PIN 就这种感觉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这个 很有趣 这个 对 有些老的这些 Cone 就像是File 还有国内的这个CFX 都突然间就变成D-PIN的 这个新的这个Helium 他们学校你说的 一个在SLL生态 对吧 一个是去年 前年吧 是上一波热潮里面 就Helium 然后后来发了一个Mobile 对吧 然后活起来了 这个 这个再往前一点 你可能是看到这个 Steven 那个跑学 在这个领域里面去 玩类似种热点 那现在又转到D-PIN里面 就是你觉得 它还是 还是是个 是个真的东西 就是说至少短期内 还是可以 可以做的 因为其实你如果 看它定义的话 它其实就是基础设施 去中心化基础设施 那基本上 你要说这么讲的话 比特币也是 对 比特币也是 对 挖矿都是 是 是 好的 对 谢谢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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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接 后面要是要切换频道 是吧 对 我们大概 我们可以先切到那边 因为这边大概5分钟就 就时间到了 OK 那我们切过去 对 我们切过去之后 再讲接下来的 这个 明文 L2 好 好 马上 进 小伙伴 我们可以切过去 就是你可以看 那个第二个链接 欢迎大家回来 小林哥回来 我刚才谈了这个 Dpin 然后小林哥你也讲了 像以太坊 他有 他就是之前的问题 就是说他 该是费高 包括他更多 其实是因为开发者 多才有到这个原因 我们就如果聊一聊 Layer 2的一些机会 像是 现在包括比较火的 之前比较火的 Arbitrum Sway 这些高性能攻略 或者是这方面 Manta包括 对吧 你怎么看这方面 对 这次因为刚刚 怎么讲 就是以太坊 也 看官升级 对吧 所以 所以 他的 GAS 费用 包括和他 以太坊 生态相关的 GAS 费用都会下来 这个是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点 对 然后L2的话 有一些会跟着 跟他一起同步 然后也有些其他的 包括ZK Sync之类的 对吧 有不同的这个玩法 在 而且 微神的话 他也支持大家 在这个L2上面 去做一些事情 我们之前有些人 可能比如说 会做自己的应用链 但是现在的话 可能会大家去考虑 去从性价比来说 或者更长远 一些 是不是选择 直接在L2上去做 把它当成应用链 就是可能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L2上 把它当成一个应用链 这个我 我不知道我理解 对不对 就是这种应用链 是不是就像之前的这种 DeFi 这种 就是可以在上面 做一些自动化的 经济行为 或者是 对 你比如说 包括DeFi也好 或者是一些 比如游戏类的 那它如果在主网上 在以太坊上的话 无论你怎么优化 它的成本依然还是很高的 对吧 但如果你L2上 你成本大大 可以降低很多 对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是这波里面的 一些机会吧 你 了解 了解 是 就是 明文这块 你有碰吗 明文啊 你是说我对明文的看法 对对 你有碰明文吗 我 我没有自己去打 就是我感觉自己去打 这个 一方面 我当时知道的时候 已经比较靠后了 第二 还是有很多 这个 前茅赛大夫的 我试了是没有跑通 我 我买了点什么 奥迪啊 怎么赛一次啊 热次啊 然后就 但是 我现在就感觉 这个这一波已经吵过去了 明文 感觉明文是去年底 在吵的 这个今年好像 已经不是那么的 一波一波 反正 其实应该是这样 是大概是 二年底 开始有些 那个传播 然后大概在二三年 二三年初 也就是大概春 去年的春节的时候 开始有一些人入场 而且是比较火的入场 带起来第一波 当时 因为我 我有一个 朋友 你可以理解 有点类似一种 传销投资 但是他不是搞传销的 他就是所谓这种KOL 有影响 第三都这样子 对 有影响力 然后他拉了几个群 基本上就是所谓 他们叫安投 打明文 这种逻辑 就是他们叫出来的 安投 第一波跟着他 打明文的那些人 基本上都 都挣到钱了 然后他自己呢 是首个 就基本上在明文圈里面 成为一个传说 一样的存在 就是说 自己很快 套现了 可能过千万的资产 然后买了豪宅 买了豪车 甚至给他妈妈 就可能在老家 给了他一百万 说回去把他房子 翻修之类的 然后一下子就 消失了一段时间 因为什么 就是一下子 有太多钱在手里 然后可能 而且也有周期 他觉得他先收获一下 先退出了 就这种感觉 然后 但是其实明文 就他是第一个高潮 紧跟着下来之后 后面其实陆续有 什么 比如说比特瓦 节点猴 就这些他其实并没有上车 但是 就这个赛道 你会发现 他其实也一样 就一轮接一轮 一轮接一轮 后来再上车一波人 我们同样 还是在一个群里面 因为我们这些人 认识他 有好多共同的群 是 很多人上车明文了 但是不好意思 有80%的人是亏钱的 对 就已经 最赚钱的那一波 已经可能 再更早期已经过去了 对 但同样就说 这个赛道是不是就 就就已经一点机会没有 我倒不这么看 因为 其实反而是因为前面有这么 经过几次洗牌之后 更多的开发者 去关注这个生态 就说 以前觉得比特币 就只做清算一件事情 别的事情 肯定不会拿来干的 但现在大家开始思考 你其实说 让一堆人往里塞这个数据 那还不如说 我们围绕他来做一些 其他应用就不一定说 非得往这个 用名门来塞数据这个角度 最多比如说 存一些核心的这个 就类似闪电网络也好 或者是什么RGB协议 各种各样的协议 现在L2已经非常多 甚至非常奇怪的现象 这次我们在以太坊 丹佛 好多人都在问比特币 比特币 我也听说 对 就比特币L2的事情 我说你们是来砸场的 是不是 对 就这种感觉 就非常明显 大家就其实到了一个场子 反正我们都是一个生态人 就到处都问一问 说你怎么看这块 他就说有没有什么局 是比特币L2有关的 我说这个 你问的不太对 是的 就是大家发现一些 以前以太坊成的应用 有的可能也能牵移到 这个比特币的这个上面来做 对 所以我意思就说 虽然它遇冷了 但是因为关注的点进来了 甚至有好多人 当时为了打明文 自己真的去跑全节点 那因为有更多的普及 这帮人呢 他既会好羊毛 又有影响力 所以他其实也是带来了关注力 他并不是说来了就走了 有一波人可能是说 哎呀财富自由了 先先退却一下 但他差不多玩的 比如说我真的 就那个朋友 你们在网上搜一下 可能找到他的信息 叫520 那他基本上就去年 有一半年的状态 是在旅行的状态 比如我看到他去西藏 去什么什么 就真的是属于 不知道干什么 然后去稍微休息休息 调整一下这种状态 但是当他差不多了 他还会再回来再站的 是就是说 我们可能现在看明文 不如他现在一些秘密啊 或者这个最近的其他的这几个三代火爆 但是就是你觉得在这个周期 我们还能看到明文的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有一些人是围绕着这个东西在做事情的 就不是说开发者就都全跑了 甚至有一些投资人他hold了一些东西 他现在也没有退出呢 是对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类尔就是有一些跟原教旨主义者的一些想法 就是有些人觉得他是在往这个我们这个存储价值上写这些链上的垃圾 就说在搞这些东西 对但是他既然这个东西他是都可以做的 那说不定也是能做出一些机会 对我我我对这个之前没有碰的一个很核心原因 就是觉得你真的往里写很多数据的话 有可能会影响比特币生态的安全 所以呢其实我跟类似Adden Beck之类这些前辈 其实是包括这个call team的那些人的意见是差不多的 就是觉得你真要写数据 你就去找专专门的这种存储网络写好了 对吗对好的好的是那对呃我也想就是差一句 如果之后我们还有这种线上交流的话 也看看有没有机会小林哥可以让你的这些大牛朋友们 然后我们来就是说一起来来来聊一聊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找更更圈内更深入的人 有机会也介绍大家认识可以可以是呃这个BTC Layer 2 就是我还有几个就想说你像像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merlin啊 包括这个b2这些好像都是还在一些空头啊 或者是还没有还没有正式上上这个交易的呃这几个整个的概念你你你你觉得这个 还有baby long这个对项目比较多啊 但是我没有具体去参与某一个项目对对好的好的 好这个我们讨论了dpin讨论了明文 然后这个AI我想我们可以下一个说一下 包括我们下边的因为人工智能这个话题很大 我们背定的就是说一定要说到具体的哪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还是结合币圈的这个来来说这个AI这个板块 你觉得这轮里边就是至少我知道有个这个WordCoin你可能也这个这个奥特曼的这个Coin就是也是前段时间涨了很多 你你怎么看AI这个板块在币圈这轮的情况呢 对AI呃因为在去年这个这个回牛之前几乎把币圈的光环全抢走了对包括我们在一个很事实很残酷的情况就是你熊市就已经够够难受的了融资融不到因为大家的钱都投AI项目对所以呢那去年基本上是AI的火爆的不得了那今年的话其实呃这一轮交流下来大家发现说呃已经有一个说法啊 这个AI出处就在web3 比如说这个这个你你你你AI呃一方面啊现在大家我们目前看到这些AI的项目肯定还是一个中心化比较集权式比较规模大的集中式这种方式 但是这一波在web3领域里面有大量的去中心化的跟AI结合的项目不管是token来激励也好或者说比如说像一些啊目前大模型可能去练习建设可能还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一些推理的事情已经可以用分布式的网络来完成了而且效果还不错其中我认识一个项目他现在之前其实他们是做web2.0的但是就就后来就等于说呃上了这个3.0的这个领域之后嗯现在干了一件事情就就做图片推理他现在每天已经能产生呃100万张图片就用分布式网络来做的厉害厉害这个是这就是所以说这个 啊说AI是从web3里面或者是区块链里面出来的机会不是这个币圈的人在在往脸上贴金但是确实你认为是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而且就是AI因为我们知道啊AI其实分几部分啊算力部分其实跟这个比特币的这些算力是有点相似啊这也包括为什么啊英伟达之类的的这个之前这个卖GPU给给这个以太坊挖矿 现在还能给AI去做计算对吧其实它是有点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技术在两个领域的应用 然后呢这个算力是一个一个大家只要理论上有钱巨头能堆起来的一个东西 然后其次是什么算法算法其实就一定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就科研机构啊什么之类的那那其中那像像这个这个他们已经本来open AI应该是开放的 但不好意思他他现在避免了就没有开放但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包括Google包括Meta他们也会去做类似的事甚至会把它为了来平衡这件事情 他会把它开源出去让自己不至于说非常被动的一个地位那那一定就会有大量的这个竞争者参与也就是算法也不是说只有你一家是说啊就说完全百分百控制其他人没有机会了所以呢就说会有几个大的巨头至少在平衡这件事他不会让一一家说啊好处都让他得了其他人都没有就像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都知道苹果啊 iOS生态或者是iPhone好用的不得了但是不好意思你去市场看看销售的安卓手机有多少 对了就就其实不是一个比例的虽然其实这个open AI也一样就是说你可能这个技术非常好也许微软也用了就他能就在顶尖里面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可能是被你覆盖了但是百分之八十的机会你不不一定能覆盖得到 也就是说就跟安卓和这个和iOS的比例或者是苹果跟微软的比例一样它实际上跟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 就是说不是说这家牛就一定全世界人都会用它它可能是因为成本原因可能会其他各种原因 所以呢这个这个算法这部分啊就是说虽然你是足够牛的但是不见得就是说由于这个原因就就完全百分之百垄断了 然后呢那那数据数据的话其实之前一直都存在一个问题叫高强花园或者围强花园 就说各自都掌握着自己的不同数据在国内其实尤其很早就形成了 比如说很早的时候淘宝的数据其实百度是可以检索到的 但是很快淘宝这边就把百度的爬虫给禁掉了 他有威胁他觉得如果我的数据都让百度拿去了 某一天我这边的作用就会减少就变成了一个通道啊 主持管道之类的作用 所以他就自己就你看就自己后来拱起了天猫啊 做此类的这种方式 就因为他把自己的这个强柱起来了 那那后来腾讯也一样啊 对吧我们知道微信这个数据跟外面基本都不通的 甚至淘宝和腾讯之间 你可以想象吗 就说你的款是没有办法从支付宝打到微信这件事情的 完全是两个世界 对不对 所以呢那同样在这个AI领域里面 这个数据也是一样的 它存在这种数据的围墙花园 所以呢不是说谁都能拿到一切数据 可能你open AI 确实GPT可以有某个领域的专业数据 甚至微软也可以去拿一些数据来补充这一块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微软的bit in 那个数据已经烂得不得了 你就在加强大的多倍的AI都没有办法拯救他 我认为 所以呢这个这个这个差距是存在的 那那Google呢 比如说他可能会去以他的搜索技术 然后再去 只要不犯错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现在依然还是有可能会犯大企业病犯错 比如说在人工智能里面去加上很多大公司的问题 比如说政治正确的问题 对 这会导致这个AI能就是往外深的这种边界被限制 本来应该其实它是有点天马行空 就包括这个TrackGPT 本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技术或者理念是你提出来的 但你自己并没有去走到那个边界 人家走到了 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不射线才走到的 如果你给自己大量的射线 那最后其实相当自己 就自己犯错导致 把这也做不错 所以如果Google假设说 能把这个大公司病的那些问题拿掉 我认为他有机会 就是再次超越 就像微软我们过了很多年之后 本来其实微软很多年都不被人看得上了 2013年的时候 对 都已经觉得它是个细腰公司了 对 但是你看这个它不也有第二春吗 是吧 不够一样 就它现在就处于上一个世纪 被大家有点看不上的那种微软的感觉 但是它其实如果不犯错 坚持在某个领域再度超车 它是有机会的 我认为在AI这个里面 所以呢 刚才讲算力 算法 数据 最后就剩下应用了 对吧 所以呢 那应用的话就是 就百花齐放了 就是说谁 就是说就像iOS跟上来一样 做一个小应用 都能挣很多钱的 对吧 一个最简单的 我的印象中是 iPhone4刚出来的时候 有人做了一个手电筒应用 挣了好几万美元的 就把屏幕点亮这样 对对对 不是屏幕点亮 就iPhone4有那个 就是闪光灯了 对 但是闪光灯不是常亮的 它就把那个变直常亮嘛 就可以当手电筒用嘛 对吧 就这么一个小应用 上面就弹广告 都不是收费的 但就靠广告 就可能就好几万的美元的收入 对 但后来就变成我们系统都类质了 所以这个机会 就是说随时出现一些小机会 然后你去抓住 有的是窜口期很短的 但有一些可能是一个很长周期的 就是说你去形成了你的壁垒 因为你有专门的这个比如数据 然后你有这个你自己的用它的方法 所以你一定能形成一些 在应用里面的一些机会 至于说这个大的平台 它本身如果你想要说 让你的平台价值更大 你不能什么都做 就是说就像苹果 有一些它不得不做 就像刚才讲手电筒 这个本来就一个基础功能 所以你开发者 那你应该知道 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机会 过段时间就没你的机会的 那这种你心态好一点就OK了 对 是的 对那小林哥 就是这个介绍了整个的 各个方面的机会吧 就是说在这个AI里面 确实对我很认同你说的 Google的这个判断 它虽然说现在的境遇不是很好 但是它其实积累 也包括在这个AI领域的深耕 已经是世界前几名的 就是可能它只要不再犯更多的错误 还是有机会再回到比较好的位置 对 我想接下来就是说看一下 就是AI里面 就是如果就是我们包括之前说 能跟这个币权涉及到关系的 就是一方面你说到算力这方面 算力就是现在它是一个高度云断的 是英伟达把这个整个都是它的溢价 包括它的股价也能看出来 就是现在有一些做这种分布式的GPU 或者分布式的渲染这种的 或者通过币权来解决一些这种 算力上能的情况 去除一些垄断 打破这个你觉得 很多人可能非常看好英伟达 他从早期的游戏到后来 比如挖矿到现在AI 但是我其实我对英伟达是 就是我觉得他现在拿住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未来是不是依然能保持是 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原因说现在这些巨头 包括苹果 包括Google 他们都有专用的跟AI有关的处理器在研发 甚至包括可能比如说 Intel AMD 他们也不说就完全就 说事不理 如果这里面有足够好的吸引力的机会 甚至我也知道有些创业 这个领域的创业的团队 他们是想做这种专门的 你可以说叫离线的处理器 就是人工智能有关的 那这些东西其实它 在这种特殊场景里面 它最终会超越你这种 略为通用型的这种GPU 过去核心只是在 比如说在浮点计算上面有优势 或者说在你某个通用的开发 CODA什么之类这种开发工具上 有一些领先的点 就是让大家进入的门槛降低 甚至好像最近它开始限制别人使用 就兼容性的之类的问题 其他都可能自己也在犯一些错误 那是所以如果后面 就是说别人比如说Google 或者苹果之类的这种通用的这种 这种人工智能的CPU 开始大规模的这个普及 甚至包括可能 Anon Mask也在 在设计类似的这种事情 如果出现这种专用的CPU 一下子是超越你好几条街 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像这个比特币挖矿 早期什么CPU对吧 后来中间这个我们知道的 这个就披萨饼支付 这个首次用了GPU去挖矿 要知道GPU挖矿这件事 在这个比特币最开始并不被接受的 对 就是当时这个工程师跟中本聪 应该是联系上了 所以是他其实已经用GPU挖矿了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他要把代码提交到这个核心代码里面去 开始是不被接受的 是觉得这样子好像说 会不会影响他的这种平衡之类的问题 那最后我就觉得 根据这个发展的话 他的算法也还是依然能够能平衡 最后接受了他的提交 这是第一个阶段 到第二个阶段 我们就知道这个比特币矿机的出现了 对 那肯定是比原来GPU 那又超越多少条街的问题 对吧 我因为我认识那个叫杨作新 就是 对对对 那个之前一个公共词是 他自己不去做那叫神马矿机 神马对 对对 我去他办公室 看他当时做那个原型机的时候 我说你这个东西能 就是说 就是说能挖矿 对他除了计算哈希之外 还能干别的吗 他现在其实什么也不能 除了哈希都不能 但是目前他这个矿机的作用 那是2016年了 我在他办公室 他跟我讲 他当时一个芯片 等同于大概200块CPU 然后一个矿机里面 插满了他那个芯片 就是那个 对然后整个的计算能力是基本上是我们传统 比如说用个人电脑在挖矿的 就是上万倍这种差距 所以你想象一下 我们把它兑换一下 比如今天你用GPU来做AI的计算 可能某一天出现一个东西就是一台就AI专用的矿机 我就说算力就推 不管是推理还是学习有关的 是你现在的一万倍 然后价格其实也就没差多少 就是说因为我印象中那矿机也不是很贵啊 对吧 对 所以说那当这样的技术出现的时候 其实你之前的那个危险一下子 你的作用马上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对 所以呢这是有人问过我 就说因为有就有一些 我们应该说相对保守的投资人 他会买美股 买一些比较长期能拿的 现在已经涨了很多倍了 对 他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拿下去 因为等着他养老的 可能万一说以后不行了怎么办 我就讲了说 其实他有这样潜在的那种问题 但目前短期内我依然认为 他还是非常香薄薄的这种状态 对 是的 对 我很认同你这么说法 就是因为我也算是在业内吧 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说到了这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就是英伟达他也算蛮幸运的 从一开始游戏显卡到后来挖矿 到现在人工资本 基本上都属于采贷点杠 他之后还有没有这种这种这种情况 也也也也不一定 其次是因为就是说的 他的护生核可能更多是像在 Cuda呀 或者是这种开发上面 随着现在AI的浪潮 越来越多的人会做这个 可能会把他的门槛 进一步的降低或者去除他的护生核 其次就是我们说他的 GPU相对于CPU是一个加速的专用芯片 但是在这里边无论是他的推理还是他的trainning 都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ASIC 专门的domain specific的计算的芯片以后出来 就可能会对他有一个降维的这种能力的提高 对对 对我现在看到有个叫做Grook 好像就一个专门做Inference的一个芯片 已经是比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要快很多了 他就是已经穿好的model 他出来的这个反应速度会比这个英伟达基于的 这个H100的就是会快很多 对 是而且算法也在变化 你看Google他除了那个之前测试的巴达是吧 BARD 对 后来叫给你米 对对 那他已经把这个模型优化到就是在手机上能跑了 那其实他等于说对对这个性能的要求会大大降低 或者不一定非得说有一万台机器在中心服务器跑的才行 而且需求呢是不一样的场景 有些场景就是你非得离线才才可以用的 如果说永远是在线 那那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场景的 没错是这样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也在提一个概念叫AIPC 就是未必把它做在手机上啊 但是可能就是台式机啊或者笔记本 用比较小一点的模型已经已经足够这样子来来做 而且就不需要数据中心这种很贵的这种这种电能跟这种计算卡 尤其是你说的一些本地化的需求 像是一些就是一些大的公司 他不可能把这些数据传到云上 传到其他的这种第三方的去进行分析 他还希望有个本地化的部署 对就包括我们可能最熟悉像特斯拉 我们假设说他百分之百要连网才能使用的话 那到到比如说你去优胜美地你去试试 然后你会发现比如断网了 那很多事情都干不了那肯定不行的 他一定得是说这个我离线状态下 依然可以达到和在都市差不多的这种级别 你可以80分OK吧 对吧 那这个时候离线的那个计算能力啊 这种处理啊 他就就得满足这种场景 对的对的 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像像特斯拉 还有像这谷歌 他们也都是在做自己的自研芯片吧 就是说或者更适合他们这个应用的这种 可能也会进一步的 也是因为他们花很多钱买这些芯片厂商的 还不如他们自己也很有钱 就是自己来开发自己的应用芯片 对 是的 对我大概就是这也是就是随便写了一些吧 就是今天周末探讨到几个话题 就是一方面是这个我们今年这个加密货币牛市的 这个几个话题 这个因为我们牛市还在走 这个我们可能接下来过几个月 我们还可以再回来再再做 看看我们就是这次说的 这个最高点就是我我比较保守 我是说到9万10万 可能到时候可能已经突破了 或者是看看什么时候是一个更好的讨论的机会 然后我们可以之后来看一看 像迪拼啊 这个这个轮赛道里面明文的发展的机会 那我们的时间就是现在也差不多 就是很谢谢小林哥这次再给我们来线上做这个交流 我之后会把我们说的几个这个指标 然后发给你 我们才可以再再再聊 好好好 好那谢谢小林哥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再发出来 然后有问题我们再群里交流 祝大家 周末愉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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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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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